游戏玩不好,喜欢凑热闹,大家好,我是本能冰糖葫芦 9月27号张寥加强,寥机阵容崛起 宝宝给大家嗅过一次低红肉寥机狂砍4万伤害的效果 很多小伙伴想新赛季首发,还真就有这样干的了 并且10天满集,贡献榜1 一起来看,打地打架双猛,神鬼难挡,首发肉寥机 点赞关注宝宝,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实战阵容 也欢迎私聊投稿哦 阵容来源,2211区,川王,川乔翘 乔翘的赛区,10月28号,陈仓剧本开赛 11月3号开始交战 肉寥机分别在中午和下午两次过万熬战 13号中午时分,张寥五十几 期间每天熬战不断,吃过两本升级锦囊 满级总共用时十天 这个升级速度足以证明他的首发强度 可以说前期没有任何天敌 张寥改版后,速攻寥机其实战场表现也很不错 但打击面和肉寥机差很多 肉寥机爆发力虽不及速攻 但能更大程度利用王冤机自带战法 还能和慢速队拼伤害稳定性和续航能力 张寥更是胜在机制特殊,高级率锁头 许多阵容的主将是主输出位 持续被压兵力,变相降低伤害 从实战角度看,肉寥机打击面更大就容易和敌人产生等级差 特别是在赛季前期,等级压制影响非常大 差两级就天差地别,而且等级压制还能提高容错 这场49级时6900兵,打平43级藤甲 对战藤甲蹲蹲蹲,王冤机带着张寥可以绕开援助 持久战有四次机会不受对方援护影响,直插主将 既然首发说说大家关心的开荒转型 将下猪开荒,到16C时挂张寥王冤机枪兵过渡 推荐以上战法搭配,而后换郭家完成转型 打高级地效果相当猛 49级穿10级桶,只死了3000左右 41级9000多兵拿下9级地 打8桶9桶更是轻轻松松 红度低一点的小伙伴 不,你说的对,这个赛季也是首发肉寥机 但是很猛,张寥直接开荒,四个字总结 痛不欲生,20级之前真的只想汽油 这是他50级单穿十级桶 奉劝小伙伴千万别直接用张寥开荒哦 再来看一下战法搭配 加点张寥全武力 郭家一速剩余桶 王冤机二速剩余智 满级后为了共存 把草船改成了当风 郭家兵书换成红色 多个草船就能多拉起一队单河队或者藤甲队 低配也可以用御敌 但是注意哦,是满级后患 而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戴 是不是很猛 你的肉疗机准备好了吗 我们下期见